明星和百合作 Ishura I-S-S-U-E-R-A 我覺得Ishura就是一個觀點交流的平台 我們五個年輕人 我們大家想要帶給世界的改變都不太能 很希望大家來看看我們 想要傳達給這個社會的理念 還有想要改變的事情是什麼 那ishura其实很明显 就是issue配上era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 就是议题配上时代 现在是资讯的时代 今天是新闻的时代 但今天不见得是议题的时代 所以我们今天做的是议题的时代 所以我们要让一个东西 从新闻变成议题 从资讯变成议题 在这个议题的时代里面 我们要怎么去抓取正确的资讯量 然后去听从不同的观点 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 所以这样的名字 我觉得能代表出 我们这一个时代 想要表达什么样的议题 什么样的观点 其实我觉得像 这些社会上现在比较缺的事情 真的是多元观点的讨论吧 我们的平台刚好五位不同的人 都是来自不同专业的领域 像有心理学的 财经的 法律的 然后政治等等的这样子 对 那其实大家是从 五个不同的角度去切入 或许是一样议题 或者是大家生活周遭发生的事情 我觉得大家接受资讯非常快速 但是这些资讯可能都是一些 短篇幅的 就是那些简介的内容 或者说新闻都 就是只是这个事件 但我其实觉得事件的背后的 有很多事情都很值得我们去探讨 让这个社会的观点更加多元吧 但那个多元的讨论是 是专业的 像刚刚有同学讲到是专业的 但不是演技 我们演技都比阿美高 我们演技都比阿美高 跟别的平台比较不一样的点是 别的平台可能像传统的媒体 他们要宣传的 要表达的 是他们那个时代的想法 但是就我们这个平台 我们可以有自己的声音 新闻不管现在是在网路上的电商 都是为了吸烟球嘛 有时候过一五间的话 往往就忽略背后的脉路 但我们会特别的强调 那个背后的脉路是什么 然后但是我们讲的时候 我们是会用希望大家能理解的方式 然后幽默讽刺的方式来讲 我觉得比较不一样是说 我们是更素人 我们是for素人 我们不是要经营就是 我们不是要当YouTuber 就是我们也是要讲议题 对 我们是给素人 就是那种建制成本很高的时候 你可以不爱我们的 我们帮你 设备不用担心就是 来就对了